本港楼价不跌反升。中原城市领先指数,CCL,三大整体指数连续两周六得升幅。 六周以来首见,但升幅按周显著收窄。虽然楼价指数回升,但中原认为仍未能确定楼价指跌回稳。相信仍然会下市170点。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最新报175.56点。 按周显0.08%,连升两周共0.88%,大型屋苑领先指数报178.49点。按周显0.26%,连升两周共1.22%,中小型单位指数执报176.22点。 按周显0.19%,连升两周共1.08%,下市170点目标不变。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指出,指数反映财政预算案定式案揭计计划后首周,以及美国减息半离的市况。 楼价短暂止跌,但仍未能确定止跌回稳。下市170点目标未有改变。 此外,黄良星亦指豪宅楼价并未受惠。 年升两周后回落。CCL大型单位,报172.13点。 创57周新低。按周跌0.52%,新界西指数按周升0.70%至161.68点。 年跌4周后短暂回稳。 港岛创8周新高。按周升0.77%至186.00点。 年升三周。新界东更创18周新高。按周升1.51%。 报190.38点。 而九龙则反而创55周以来新低。 跌1.08%至171.35点。 跌1.08%至171.45点。